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步上也有 地上也有 沙发上也有 是又一期食品质量案件还是另有引擎 一时间著名品牌有了大麻烦 深陷舆论的质疑声中是谁在背后操作 饮料有毒 问题出在哪里 青年中毒 结局又会怎样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谁动了我的饮料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起案件 是发生在一个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地方 北京一个青年马赛在一家餐厅 喝了一罐饮料之后 拱中毒了 怎么回事呢 21岁的马赛是北京某社区的环卫工人 2009年11月7日那天 马赛和两个朋友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店聚餐 当他喝下从餐厅买的雪碧饮料之后 便大口呕吐 吐出了一地圆圆亮亮的银白色的软珠子 里面就吐出那种带银珠的小珠子出来 就是那种手接着 然后我们的台部上也有 地上也有 沙发上也有 马赛当即被送到北京307医院急诊室 经过检查 确定他当时吐出的是拱珠 也就是水银珠 经过检查 马赛的消化道里仍有拱珠 血液里的拱含量为每毫升3.5纳克 远超过人体正常标准 被确诊为急性拱中毒 听到了这个结果 马赛和家人都很担心 马赛平时最喜欢喝的饮料就是雪碧 现在却从雪碧里喝出了水银 马赛的家人当然得去找生产厂家 可口可乐公司 马赛中毒的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很快 消费者喝雪碧中毒这样的说法就建筑爆端 事态迅速上升为一起公共的安全事件 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质量也广受质疑 那么这雪碧里怎么会有拱呢 警方将马赛喝剩下的那厅雪碧带回检测 里面还有大量的拱住 雪碧是饭店提供的 饭店也自己做了初步的调查 员工报告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我首先问问是谁打开的 那么可能客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也承认是自己打开的 饭店里同一批次的雪碧饮料 经过检查都没问题 只有马赛喝的这一罐发现了拱 办人员分析雪碧里喝出拱 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能 那就直接从这个开口处投放进去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雪碧本身 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有问题了 要么雪碧本身有问题 要么是有人把雪碧打开之后投的赌 前者是产品治疗问题 如果是后者 就是有人想要马赛的命了 对于后一种猜测 马赛本人认为绝无可能 因为吃饭的另外两位同伴都是女士 一个是他单位的同事 好朋友刘晓静 一个是刘的表妹 现在估计不能认为的呀 人的东西弄不到啊 一个关键的事实必须弄清 当天是谁打开了马赛所喝的那罐雪碧 马赛给警方说 服务员送上了饮料之后 是他自己把盖子打开后 喝下了雪碧 就告诉警方说 这饮料当时是密封上桌的 是我自己亲手打开的饮料 当天和马赛一起吃饭的同事 刘晓静和刘的表妹也都证实 他们各自的饮料都是自己打开的 如果是消费者自己打开的雪碧 喝出了拱 那么很可能是雪碧在生产 尤其是灌装的环节出现了问题 民警对雪碧的生产厂家 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流水线等 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生产的当天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相关的人员都有谁 有没有存在投毒的可能性 这些工作都去做 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如果拱不是在生产环节添加的 那么问题会不会出现在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呢 此后北京市西城警方 马赛的家人 可口可乐公司及供应商 一起还来到过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 中国包装科研检测中心 对马赛的雪碧罐进行检测 检测确认雪碧罐的包装 没有任何针眼等外力破坏的痕迹 拱不是由罐体外注入的 那么检查结果是这个雪碧罐的罐底 罐身以及连接处都没有这个外来的这种 外来的损伤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场的人 直接从这个饮料的开口处投毒的话 那么是没有投毒的可能性的 排除了生产环节 排除了罐外注射 那么问题仍回到了起点 就是有人打开了雪碧罐 然后放进去了拱 到底会是谁放的呢 马赛被送到医院后 通过服药陆续的将肠道内的 和血液里的拱排出了体外 他的身体在逐渐的恢复正常 同时可口可乐公司 虽然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但适时牵涉到自己的消费者 公司最后还是为马赛结清了 两万多元的医药费 那这个拱到底是谁投放的 按照马赛自己的回忆 当时他把雪碧的瓶子打开 然后就开始喝 那要这么说的话 跟他吃饭的那两个人 是没有机会投毒的 那就剩一种可能 马赛自己给自己下毒 然后报警 但这更不可能 太荒唐了 案件到这里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到哪去寻找柳暗花明呢 司法机关沿着正常的调查思路去找 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迹象 他们就转而反思吃饭的现场 重新掂量了跟马赛一块吃饭的人 这样刘晓静和他的表妹 重新进入了审视的视野 如此查下来 还真查出了问题 司法机关重新调查之后 很快就有了重大的突破 他们发现当天 请马赛吃饭的刘晓静 有重大的嫌疑 事发前不久 刘晓静频繁的和一个叫高兴源的男子联系 而事后却再也不联系了 在刘晓静家的卧室里 发现了残余的拱 相关的物证 确实在他们家这个卧室的空气中 以及这个窗台上面 都发现了拱的遗留物 所以说这个拱的危害性非常的大 因为它的挥发性很强 其实很长时间都散不掉 原来雪碧中毒事件背后 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几个月来 隐藏在幕后的投毒者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刘晓静 在被刑事拘留之后 刘晓静终于承认 雪碧中的拱是她放进去的 一时开始我可能认为 就是她可能真走进我的生活了 但是后来我觉得冷静下来 我觉得对她那种不是爱 我们来重新回放一下那天的情景 聚餐是马赛的同事刘晓静发起的 刘晓静说要给单身的马赛 介绍自己的表妹 马赛就来了 马赛赶到时 刘晓静和表妹已经坐下了 桌子上的火锅已经摆好了 火已经点上了 马赛最喜欢喝的雪碧 也已经打开了盖 等着她喝了 马赛给警方说 她是自己打开的雪碧 这不是事实 至于投毒 刘晓静是在马赛还未到 趁表妹离坐的时候 开始行动的 服务生送来雪碧以后 刘晓静打开了 然后把她时间准备好的 这个拱 倒入了雪碧 但是刘晓静放进水银时 还是被她的表妹看到了 整个过程 其实张燃是看到的 那么当时 那个张燃也是问了刘晓静 这是什么东西 刘晓静说是蟹药 是说这个马赛这小子特坏 整整她 然后说下的是蟹药 所以这个张燃 她也没当回事 水银的学民是拱 人在误服大量的拱之后 如果抢救不及时 可以导致急性的肾衰竭 乃至死亡 那么刘晓静将拱 加入了马赛的雪碧之中 他是打算要了马赛的命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归案之后 刘晓静承认 他并不知道拱中毒 起效是那么的慢 医生说 对于拱中毒 在社会上存在着某种误解 水银跟这个金子都是一样的 他跑了肚子里头去以后 他是一个重金属 但这个吸收的量会非常非常小 所以说吞金自杀 说一口金吃下去了 马上就死掉了 那是不可能的 马赛喝下雪碧之后 只是感到不适 经及时的治疗后 很快就没什么事了 而马赛不知道 几个月来 他一直都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之中 如果不是刘晓静认识上有了错误 而错选了水银 那么马赛很可能就没命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刘晓静为什么要杀死同事马赛呢 这说起来就是一个故事了 刘晓静和马赛都是北京某区的环卫工人 二十岁的马赛 零八年从部队转业 二零零九年初 认识了二十七岁的刘晓静 刘晓静已经结婚 并且有了两岁的男孩 丈夫对他非常好 家庭生活很幸福 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情感上的刺激 他看上了马赛这个性格开朗的大男孩 而小伙子也很享受 有人像大姐姐那样照顾自己的感觉 马赛明知道对方比自己大 而且有丈夫和孩子 却也没有打算管束住自己 不久两个人就成了情人 在两人交往最密切的时候 刘晓静经常找借口 骗丈夫说朋友打麻将 而彻夜不归 有时候到晚上睡觉 老公过 就是堆洗澡水端过来 蹲在那锅洗 给我擦 那我就肯定就觉得内疚 内疚感特别大 马赛 马赛则在自己的腿上 闻上了刘晓静 名字开头的字母 以表示铭记这份感情 我不想闻 那非逼一轮 我好多事 没办法 就因为 第一不错了 跟他在一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个月后 两人的感情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有一次 马赛将刘晓静 带回了自己家中 遭到了家人的明确反对 因为马赛比我小六岁 他妈说了 你想没想过 说十年以后是什么家 那十年以后 我都多大了 那以后 马赛开始疏远刘晓静 据马赛说 他当时其实已经准备 和刘晓静断绝关系了 刘晓静此时也发现 马赛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后来妈妈 就是我觉得她有时候说话 我分不出来是真假 然后妈妈那种态度 刘晓静说 有一天晚上 他遇见了马赛 晚的一个女孩 从外面回来 他和马赛就大吵了一架 他以分手相威胁 不让马赛一口答应 毫不在意 所以仇恨 就开始在刘晓静的心头萌生了 后来就是老骗我 或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觉得 他对我就是不真什么的 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 马赛从刘晓静的手机里 看到了刘晓静表妹的照片 手机里 然后有我妹照片 然后反正就 看我妹照片 眼睛就发光 然后她也跟我说 我说你妹什么漂亮的 什么的 说还把你妹交给我 那会儿 说完了就为了 想跟刘晓静断 等我说跟她妹交了以后 不就跟刘晓静断了吗 可是刘晓静 不能忍受被别人抛弃 如果被抛弃 那就是个死 但是刘晓静 不想自己去死 他要马赛死 在他的心里 仇恨开始疯涨 恰在此时 2009年9月的一天 另一个小伙子 进入了刘晓静的生活 刘晓静认识了在某大厦 当保安的 24岁的男子高兴源 两个人一见如故 狠谈的来 互有好感 我那天去了以后 然后看见高兴源 然后我就问他 他问我是哪人 然后我说是北京的 他说他也是北京的 然后又说 这是挺有缘的 什么的 渐渐的 刘晓静把自己的遭遇 和马赛的种种不忠行为 告诉了高兴源 我答了一下 就是想揍他一顿 一开始是这么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随着两人聊天的深入 最后刘晓静就明确的 表达出了心的意思 说我 恨死他了 我巴不得能把他给弄死 我开始以为他开玩笑 毕竟刚认不到三个小时 然后说这话来 高兴源表示 非常同情刘晓静的遭遇 认为应该教训一下 这种坏男人 要照常体来说 要按照一个平常的人 可能高兴源会 对他应该是进行一些劝阻 或者说是这个劝慰 去疏导他这样一种 犯罪的思想 可是恰恰相反 这个高兴源 不知道当时是出一种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心理 他竟然一口答应 刘晓静愿意帮助你杀人 听说马赛曾经当过兵 高兴源便拒绝了去打马赛 刘晓静说 两个人一起 曾经想象过很多 报复的办法 最后还是高兴源想起了自己 曾经学过的化学知识 给他支招说 给马赛下毒 让他喝下水银 他就会甚衰竭死亡 他就想杀了那男的 我就是开了笑的没说水银 然后他就信尹为真了 他原来在职业高中里面 学习的专业是生物制药技术 所以应该说他对这些毒 这些毒对拱的毒性 是有定的了解的 在高兴源的指点下 刘晓静将水银 放入了马赛河的雪壁里 2010年初 刘晓静高兴源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来公诉 你有没有拿着这个拱器 给高兴源看过 给他看过是吗 高兴源怎么说呀 您说什么 他要去当英国 你请报仇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能报仇 我也不知道 刚刚有没有讲 司法机关审讯时发现 这两个人谋害马赛并不止一次 在这之前 他们曾经两次在马赛吃的饭菜里做过手脚 但是都被马赛侥幸逃过了 两次都没有得手 刘晓静这才导演了雪壁中毒事件 没想到这次马赛仍然是安然无恙 刘晓静表面不动声色 还到医院里去看望马赛 背地里他和高兴源又商量出了另一个可怕的计划 2009年的11月27日晚10点 刘晓静把马赛从医院里约了出来 马赛当时并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 他们走到门口时 刘晓静事先找好的小混混们 一拥而上冲向马赛开始拳打脚踢 随后高兴源就准备用刀片划伤马赛的脸 但这时他们的计划出了原片证 开始说的是等我走了以后他们得动手 可是没想到就是我还在那呢 然后他们就围上来了 围上来然后马赛当时就往外跑了 当时场面比较混乱 高兴源还没来得及下手 那些小混混就一呼而散了 马赛只是手指受了点伤而已 那么马赛在吐出拱猪的那一刻 他是否就真的从未怀疑过刘晓静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对刘晓静高兴源二人的庭审已经结束 将择日进行宣判 没讲好过 我想的后果肯定也不多了 但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我也问过刘晓静 刘晓静自己的解释就是 可能因为从小到大太顺了 太顺了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的 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冒犯我 可以去冲突 我可以去挑战我 可以来伤害我 所以虽然说马赛其实可能马赛自己还觉得 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对他挺好的 但在刘晓静那儿看 他已经十恶不赦了 我必须得通过杀害他这种方式 我才能够报复他 我才能够满足我才能够平衡我自己的心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居然是一段恩怨情仇 我们先来说说刘晓静 她也太极端了吧 爱不成就一定要杀了你 她的问题在哪 也就是这个女性 她事实上并没有把她作为丈夫来看待 而是她人生当中一个宝贵的物品 这个人是属于一个物一样的 有点像小朋友手里钻的娃娃 对 就是不能给你 我得钻着 所以一般我们分析到这 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女性 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成长背景了 她应该是从小被宠的 我认为这个女孩 她的一个特点就是很肆意 她这边结婚老公要有着 因为老公我认为从生活保障各方面 还给她端洗脚水 对 是一个很照顾她的人 而且又给她提供很丰富的物质保障 所以她这边要站着 但她那方面她还要要 因为什么那方面是她情感上和生理上的一些快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是很放纵自己的 肆意妄为 后来肆意妄为 你从她的选择杀她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出来 一耳再耳三 按理说一次不成 就算了 对吧 而且你又不能跟人家结婚 你就放手 那么她还有第二次 还有第三次 第四次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女孩真的是 应该说是她在人格上 在性格上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一般我们谈到 一旦人性格和人格上有问题的话 这个人就是早晚会出事 我们再看高星元 你不能说她完全是一个智力很低的人 她知道马赛当过兵 她也不愿意去打她 这个出这主意 包括参与这件事 第一 她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 第二 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只能说一句 就是这个孩子 他的基本社会化没有完成 就是从自然的人 变成一个社会的人 那么怎么才算社会的人 你得知道 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基本规则 哪些行为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 你不用提到法律的水平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太愚昧的一个保安了 我认为他不代表我们其他保安的水平 应该说他这是比较个案的 这甚至不代表一个普遍的 有健康心理的人的一种反应 对 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去做的 这个事情说到这儿 好像就应该了结了 马赛是个受害者 他养好了伤 出了院 没过多久 他也进了看守所了 这是为什么呢 马赛之所以也会深陷淋雨 就是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不该说的话 原来当初马赛中毒以后 马赛对媒体就是这样说的 事情经过多家媒体报道之后 可口可乐的品牌和销量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庭审中 可口可乐公司提供了一份损失调查报告 直接经济损失约有50万元 但是前期对这个企业的一些声誉的损害 这个行为他就具备了 而事实上 可口可乐公司和马赛的拱中毒 没有任何关系 司法机关认为 马赛捏造自己 亲手打开密封血壁的虚假事实 并且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 和新闻媒体采访时隐瞒了真相 故意向社会公众散布了该虚假事实 给可口可乐公司造成了损害 消息传出来 马赛的亲戚朋友中也有人对此无法接受 他们说马赛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不会故意坑害可口可乐公司 马赛说 他当时的确以为是血壁质量有问题 而谁打开的这都无所谓 另外他也怕扯出自己和刘晓静两人的关系 所以就说是自己打开的了 确实马赛是撒了谎 他担心如果他说是其他人打开的话 可能公安机关会去找其他人调查 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 那么他和刘晓静之间的不道德的关系 可能会被公之于众 那么是基于这么样的一种目的 所以说才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马赛的辩护人 对于马赛涉嫌刑事犯罪的说法也不能接受 他认为马赛中毒之后 没有往故意杀人方面想 而认定是血壁本身有治疗问题 这是一般消费者的正常反应 他也听说了很多这个食品安全事件 当自己亲身遇到这个自己吃的东西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和以前媒体所报道的那些食品安全事件联系在一块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思维方式 如果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向我下毒 我觉得这反倒是不正常了 我可以这么说一百个人遇到这种事 能想到有人投毒的 我估计不会超过两个人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 即使没有主观的故意 马赛的言论对公众已经构成了误导 构成了科娄格勒公司的损失 这个法律责任马赛是逃不掉的 法院一审判决 马赛犯有侵犯商业信誉商品生育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厅上马赛说出了下面的证损话 我昨天没买的 今天可以被告的吗 也挺痛苦的 就因为我自己看上了错误 把怀疑推向 把怀疑推向 想成何可乐 何可乐到我们的那个 问题 刀线 对不起 然后也谢谢何可乐公司 为我们支付的要败 马赛 我们都以为他是受害者 命大 没死成 你发现所有制造悲剧的人都往往是自己 这个或由自己的开始 并不完全是外部的 你说他自己吧 刚工作就和这么一个有夫之妇 混在一起 你说这之中你得到什么 当然你说得到爱了 得到快乐了 对吧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你有未来吗 没有 当你想有未来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沾上了 有的时候这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你像毒品也是这样 你一旦沾上你想脱掉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吧 而且当最后真的事发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里头的中毒 他脑子就不太想了 那么这种有名的这种商品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从他的爱到他的处事 到他对生活的一种反应 要说起来也是基本社会化的标准都没达到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起案件 夺人眼球 但最后的结局是三个人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一个放纵的人 一个幼稚的人 加上一个愚昧的人 最后导演出的这幕戏 是一部荒诞剧 荒诞的结果是 他们自己吃下了自己 种下的苦果 人生的几次 可能就是从这样的剧获得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见